他去参加一个健保的一个栏目 是元代的一个清华瓶 然后被砸了 那真瓶怎么会上节目被砸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在背后给掉了包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人家那个专家说的是假的 当时就砸了 你还要编下去吗 都有证明 证明的瓶子是真的 看好了 这个是不是那个瓶子 如果不把真的瓶子交给我 那我立刻报警 白问清华瓶参加健保节目被砸 小伙声称对方是用赝品掉包 气急败坏下当场拿出鉴定证书打理 扬言不归还真品就报警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被砸碎的清花瓶又到底是真是假 先给老谷点点赞 听老谷接着往下讲 画面中的这个男子叫大能 他主动参加了一档电视节目 声称自家的两件百万级的古董都被人给掉了包 而这背后的黑手正是自己来路不明的姐姐 大能声称自己的父亲前阵子 突然半夜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有个失散多年的女儿 于是转天就发了个学人启示 没想到学人启示刚发了一天 第二天就找到了这个名叫何冰的女儿 何冰自称杨母曾告诉过她 当年将她抱回家的时候 她的身上裹着一件军打衣 脖子上还有个银像圈 再加上胳膊上的胎记的位置 都跟大能父亲描述的一模一样 所以父亲坚信 何冰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儿 父女相认后 何冰很快就打着照顾老父亲的名义 住进了大能家里 顺带着还把她的养母裴大妈给带来了 本来大能是不同意的 但出身保姆的裴大妈 凭借着温柔细心的性格 把大能一家照顾的都很周到 看着老父亲有人精心照顾 所以大能对于这个姐姐和养母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 大能就发现了不对劲 家里一直摆着的一只青带青花瓶突然不见了 大能一问才知道 那只瓶子居然被姐姐和兵拿去给卖 而且只卖了九千块钱 有两件古董 其中有一个是我做过坚定的 是一个清朝的一个瓷瓶 是真瓶吗 是真瓶 我知道那个真瓶的价格 应该得有小十万块钱 拿到他们家去卖了 结果只卖了九千块钱 卖了 不到一万块钱 对 我父亲拿这个当宝贝一样 怎么到你们家就给你们了 就让你们去卖了呢 他是肯定跟这个古董店的老板 把这个东西掉包了 大能听后当场暴露 要知道那瓶子自己可是做过鉴定的 是个地地道道的青带真品 价值至少要十万 怎么可能九千块就卖掉了 大能怀疑肯定是何冰搞的鬼 但何冰却觉得很冤枉 声称是父亲看他可怜 就想着把瓶子卖了换点钱给他做买卖 谁承想这瓶子居然是个假的 听了何冰的话后 大能冷笑一声 拿出了早年的鉴定证书 当场打脸这母女俩的骗局 声称要对方把真品交出来 那我立刻报警 看着只已经包不住火了 裴大妈终于承认 那瓶子确实是自己拿走的 但她也是北逼无奈 这事说起来确实怨我 是我当年给人家做家政服务的时候 不小心把人家家的一袋青带的瓷器打坏了 人家家非得不要赔钱 非得让我赔一件古董给人家 他爸爸也是看我们娘俩挺可怜的 就是人痛 把他们家的那件青带的瓷器 让我拿去赔给人家了 我父亲那多少钱那瓷子你知道多少钱吗 说赔给人就赔给人家了 那是你们家的东西吗 而这青带青花瓷的下落刚搞清楚 大能又发现家里另一件人带青花瓷也没了 这下大能彻底慌了 要知道这人带的青花瓷 可是自己的传家宝 价值好几百万 小时候自己不小心碰了一下 都被父亲罚过的一晚上搓一板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于是大能便问父亲瓷子哪去了 父亲表示 自己让裴大妈拿着瓷子 去参加健保节目 没想到专家居然说瓷子是假的 当场就给砸了 他去参加一个健保的一个栏目 然后被砸了 是假的吗 是赝品吗 是真的 是真的被砸了 是啊 是元代的一个青花瓷 元代的青花瓷啊 对 听了父亲的话后 大能整个人都实话了 于是立马去看了那期节目 可大能一看才发现 当时裴大妈上节目是手里拿的 根本就不是自己家里那只瓷子 于是大能就怀疑 是裴大妈跟河冰串通奖 将自家的传家宝给掉包了 其实真品已经被他们藏起来了 他们就是冲着自家的财产来的 一切都是这磨灵狼早有预谋 大能一气之下将他们状告到节目上 还威胁他们如果不交出真品 就要把他们送进警察局 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在背后给掉了包 好几百万东西都还卖钱了 就是在托我们家的钱 报警 今天我一定报警 我非让他们抬出来不可 眼看着局势已经不受控制了 这时大能的父亲来到了现场 拦住了契机的儿子 并说出了这背后的真相 那点元带的是这个国宝 太珍贵了 在咱们家只能咱们两个人建厂到 如果搁到博物馆里头 世界人都能看到中国的文化 所以我就一心想捐给国家 好家伙 看到这里别说大能了 就连老谷都不相信了 答应你演得挺好下回别演了 价值几百万的古董 你说捐就捐了 谁信啊 要老谷说 这就是陪设母女的一场大骗局 先骗取老头的信任 再把家中两件古董礼貌换太子 而最终的受害者就是大能父子 果然最毒富人心啊 大家觉得 这个元清花的瓶子到底去哪了呢